晚上躺在床上 完全沒有冷氣跟電風扇那種 整個被全部都是汗 OK Thank you Gracias Buen Camino 超可愛還有這個火爐 好早安 今天呢是第七天 我已經走了快兩個小時了 所以我已經快要到Estella了 那我今天到Estella呢 有一個大的任務 就是我要去Dicano買登山帳 因為太累跟我說過了Estella之後 就很難找到Dicano了 然後這個是Victor 就是那個西班牙大叔借我的登山帳 因為我的膝蓋依舊是蠻疼痛的 我真的覺得就是白天在烈日底下走路 真的還好 但是晚上躺在床上 完全沒有冷氣跟電風扇那種 整個被全部都是汗的那種難耐 就是很不舒服真的 我現在呢要來Dicano看一下登山帳他賣多少 剛剛我要往Dicano的方向走 路上就有一個爺爺跟我講說 Kamino!Kamino! 他跟我說Kamino是往那邊走 他以為我迷路了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跟他說沒有啦沒有啦 我要去Dicano 他說喔喔原來喔 就是在路上你走錯路 或者是你稍微有一點遲疑 大家都會幫你置路 哇 我發現我剛剛經過那個打鐵的那個鋪 就是之前台灣姐姐跟我說的 過了Estella之後就是有一個 這個點可以停留 裡面的東西都很酷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是一個酒莊 然後酒莊的外面有一個水龍頭 水龍頭呢有兩邊 一邊放出來的是水 另外一邊放出來的是紅酒 然後今天早上Victor就是那個西班牙的大叔 他也有跟我講說他要去那裡喝酒 他說不過你不用期望太高 因為那個酒不是很好 但就是你可以去拍拍照 錄錄影打打卡 就是是一個好玩的東西這樣 我一剛開始的時候在神階皮特坡那邊 不是就有把我的筆電跟我一些文具 還有一套衣服 一些衛生棉 跟一個房子 長賽外套還有一件發熱衣 寄到San Diego 後來呢 我在中間的一個小鎮 把我的隔離床單 一件衣服 一件褲子 跟多買的洗髮精 就差不多是這樣 丟在半路 然後呢 我今天又去郵局 把我的GoPro跟他的電池 還有一些充電線跟插頭 以及吹風機 我也都寄到San Diego 他們都是說放幾天都可以耶 而且我今天寄這樣子才十幾歐 我覺得還OK 然後我的包包應該就有剪了一公斤 然後我把我前面的那個錢背包 我現在是放在包包裡面啦 我想說 試著沒有錢背包被被看 那如果我覺得OK的話 我就把它給丟掉 然後我在迪卡農買了這個 小的包包 裡面就放一些重要的護照啊跟錢 太多上下坡 然後都不是那種 柏油路 所以我背一個錢包包 其實擋住腳 會有點不方便 然後原本是想要再買一個水袋 這樣子我就可以把水袋背著 我就可以直接這樣子合 不過 我今天在迪卡農 好像沒有看到水袋耶 所以我就沒有買了 但是呢 我買了一根登山杖 看得到嗎 買了一根登山杖 因為我膝蓋不是受傷嗎 所以上坡跟下坡其實還是蠻需要登山杖的 我就決定買一根 剛好我的包包有可以擦登山杖的地方 然後希望可以對我的膝蓋 減輕一點負擔 我的天啊 他在畫箭頭耶 真是謝謝這些小天使 然後 我要去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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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跟我說 這邊 這邊 是這裡 好險 他在那裡 不知道他應該要走錯路了 要算嗎 這裡 全部都是葡萄園 所以他們才會有這麼多的酒可以喝 好熱喔 好累喔 怎麼還沒到呢 好累喔 現在已經下午的一點半了 然後路上已經沒有人在走了 我想應該大家都到了吧 所以因為太熱了 所以大家都不太會走超過中午 郵局跟迪卡龍 花了一點時間 不過我今天路程已經算短了 我有沒有知道 好像差不多剩800公尺就會到了 看看等一下會到哪裡 到了到了 這個是我今天要住的地方 哇很漂亮欸這個地方 而且怎麼會有冥想房間啊 Meditation room 然後要等2點才可以check in 然後一個晚上一個床位是12歐 超可愛還有這個火爐 然後可以先在這邊休息一下 這邊有寫 今天3點才會有人來check in 他說呢 房間3號跟4號是打開的 你可以進去然後拿一個床 然後他們3點的時候會來 再下來 付錢就可以了 然後就說到這裡 那些人會在這裡 有什麼店內 也是 那些人會在這裡 沒什麼店裡 有什麼店裡 呢 那些人會在這裡 有什麼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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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